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这种半高球 就是比赛当中比较常出现的这种机会球 我们怎么去处理 首先我们先做一个示范 大家看一下先打几个这种半高球 半高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奏 人不要散 然后脚下找位置 看我的脚底一直碎步在调 你可以全太发没有关系 比赛的时候出现这种半高球 一定要注意别着急 然后手拿高 注意脚下 最重要的还是脚下 还有一个节奏 不要着急 好多人呢 自己的位置和身体没调整好就去打 这种半高球 如果大家在机会的时候 在出现机会球的时候 半高球 如果你感觉来得及 看 来得及 我就找位置 去正手打 如果的时候感觉来不及 你可以放一个也可以 不过来不及了 前面的时候 你看前面都在打我正手 突然间放一反 来不及 你可以过度 如果有机会的话 打反手这位高球也一样 要把手拿起来去打 试一下反手位 看来不及了 我反手位也可以 但一定要注意手拿起来 也是不要着急 其实乒乓球 在大家仔细去分析的话 有几点一定要注意 第一是脚下的步法 一定要调整好位置 然后自己感觉舒服了以后 再去打球 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来不及 来不及的时候就不要发力 先过度先上台 然后其次呢 这种节奏感 特别半高球 如果我打这个球 这全是我自己的节奏 有的人呢 就是这种抢 可能就不是很好打 包括到反手位也一样 反手位也一样 注意节奏 看 一定别着急 这也是一心态的问题 特别大家有一个心态 就是感觉 终于出来一个高球了 我恨不得马上就把它打死 在这个时候一定别着急 你看 恨不得我马上想抢 快点上去打 这种球是很容易失误的 这种球技调整位置 很稳当呢 就把它打 会好一些 然后再买完